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点在上个礼拜三 那因为今天刚好是第五天 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昨天更贵 今天刚好是礼拜二是第五天 谁说这一波上涨的第五天 那第五天反正也是 废话长期数列的五嘛 所以今天盘回忆一下 我跟各位讲 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重点是 待会我们破断我们再说 但是重点是 当今天这个盘 问题是出来这个地方 我请问你 当今天这个盘开盘以后 在这边瞬间在急拉的时候 你会不会看到这个地方 就来说这盘好强好强对不对 然后跑去抢多单 各位 今天的盘瞬间急拉一下 上了平盘还过开盘的高点 这边会让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盘台股超强的 所以问题是 如果你在这边跑去抢多单的话 不好意思 你今天几乎抢到盘 弄得相对高点去了 所以今天盘 今天这个整个的盘 基本上来讲的话 除了这一段之外 都是压在万点以下 到差不多9980那个地方 来回这样做震荡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基本上都在万点以下这边 来回做震荡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来 各位你看 今天盘上不去 刚刚讲过了嘛 第一个是飞泡南西的第五天 第二个是因为 今天大货其实在做空了 到不来我们去看 右边下面的那个大货指标 各位你看到了吗 我刚刚有讲 各位 今天这盘看到没有 从上个礼拜三 这波的起涨 从上礼拜三开始 上礼拜四 大货用力做多 当天涨到200点 好 礼拜五来回小幅震荡 昨天大货又在做多 所以昨天又涨嘛 对不对 但重点是跟下 今天这五天以来 今天是大货短线做空 比较明显的一天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整个的盘 基本上除了开盘 那一瞬间拉一下之外的话 抱歉 基本上都压在差不多 万点以下 到差不多9970 9980那个地方 震荡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大货基本上 从开盘开始 一直到收盘为止 大货多空力道指标 所测出来的 今天基本上大货 是这五天以来 虽然是短线上做空 比较明显的一天 所以为什么 今天的盘压在这个地方 原因在这里 但重点是 老师 那今天大货 开始做空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盘 是不是涨势结束了 我跟各位讲 你别那么紧张了 一个波段要结束 不是你想要结束就结束 今天虽然说是 大货今天虽然说是 做空 短线做空 是比较明显的一天 但是我刚讲过了 因为今天是从上礼拜三 这一波上涨以来的 第五天 反正是飞火难吸 对不对 的五 所以今天 其实回一下是OK的 不回的话 我反而会担心短线 明天开始就往下杀 好 但重点是各位 当今天大货 虽然说是五天以来 算是短线在做空 但是重点是各位 如果说我们 以整个 从波段的角度看 我们就以强势波段来看 上个礼拜三 对不对 上礼拜三 波段 九五 九一 波段就能翻多 翻多以后 到了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 那一波 光是一个做多 涨了快要350点 好 重点是后来 从上个礼拜五之后 九九三 不是又翻多吗 所以这个盘 到昨天又涨 但是我刚才讲过了 虽然今天大货 短线是在做空 但是呢 波段 并没有翻出 做空的讯号 所以各位 基本上 我们的波段多单 我还有一部分 留在手上 所以各位 重点是 重的意思吧 所以各位 重点是 当今天大货 短线做空以后 重点是 关键在于明天 明天 如果说开盘以后 大货多空力道指标 所测出来的 大货又重新 向前几天 开始去做多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其实万点这个地方 说真的 它并不是一个 绝对的高点所在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说 明天以后 只要大货 开始重新去做多的话 这个指数 人人有机会去挑战 因为前面的高点 是10033 所以各位 这地方来讲的话 其实万点以上 还是很有机会 重点是 明天以后 大货 是不是要回到 像之前 做多的力道 把指数 继续带上去 所以就是说 今天来讲 虽然说短线上 因为大货 今天是偏向空的 方向操作 所以指数来回 这样做真的 但是各位 我再讲一次 波段并没有翻空 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只是说 但是重点说 因为今天 毕竟大货是没有做多嘛 所以短线开始 来回做震荡 但是我说 震荡没有关系啊 我说各位 做期货对不对 反正做期货 不外乎 两个大的方式嘛 第一个 做期货 除了做波段 除了做波段之外 对不对 那各位 另外第二个 更多人做 做当冲嘛 好 那各位 问题是好 那你说 今天的盘 虽然说从 波段的角度看 它是来回震荡 可是各位 问题是今天的当冲 今天当中 其实很好做 你知道吗 第一个 我刚讲过了 因为今天开盘 大货没有做多 然后来 我们看左边 要随过 你知道今天当冲 怎么做吗 今天呢 其实啊 在开第一盘的时候 第一盘的时候 强势当冲啊 各位 一开盘 直接10023 就翻空了啦 但是我刚讲过 对不对 因为今天 大货从头到尾 没有做多啊 所以当开盘啊 当冲10023 进入翻空以后 因为大货做空嘛 两者同向 各位 两者同向 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前景 开那么久了 对不对 那一开盘 当冲10023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那你该怎么做 啊对嘛 所以今天开盘 各位不用犹豫 对不对 赶快做空就对了 后面的盘 虽然说 咻 有瞬间急拉一下 来到差不多 10033左右 但这个重点是没差 就算这个地方 瞬间拉一下 对不对 箭头还是翻空嘛 所以各位 而且刚好有穿架 那这样子 我1023 我可以做到更高点 去我更好啊 好 但重点是 瞬间拉那一下 因为大货反正 也没做多 对不对 好 之后重点是 各位后来 大货做空的力道 开始慢慢有在增加 而且大货做空的力道 基本上是有穿过 那个白色的虚线 所以这是为什么 盘中这一段 杀的东西 实在讲说 杀的比较深的 就在盘中这一段里面 把它杀出来 好 所以呢 反正开盘 10023的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两者同向 对不对 空单就赶快做嘛 做下去以后 后来盘中啊 在9980 在这个地方 当中的箭头 有翻多 但重点是 当时大货有没有做多 没有对不对 两者不同一向 那各位 两者不同一向 该做什么动作 把前面的空单 全部 先获利了结一趟 这样一趟 已经超过40年以上了 而且各位 今天说真的 唯一能做的 只有在这一段里面 因为后面 差不多11点 12点以后 整个盘 就变得很黏 对不对 大概20 就差不多从9980 到1万点 就在20点里面 一直盘盘盘盘盘 盘了好久一段时间 所以重点是 今天整个当中 这一段 你有没有抓住 这段有抓住 今天一整天 对不对 最好的一段 就在这边出来了吗 那各位 其实你说像在这个地方 我又不得不跟你讲 微博现在什么东西 期货的SOP 对不对 好 各位你自己看 其实我告诉你 今天的盘 不论怎么样震荡 其实不要说今天 每一天都是一样 你看 我们以当中角度来讲 今天的期货操作 该怎么操作 对不对 今天我刚才你看过了 今天开盘 哦 维国庆 这个独一额的大户指标 测出来什么东西 大户今天开始 对不对 开盘又是在做空 好 所以方向很明确了 那今天大户今天做空 所以今天方向 会往回做修正 对不对 好 第二个一样 那今天大户 今天倒是做空 而且今天做空的力道 也是有穿过 也穿过那个白色的虚线 所以今天的盘 为什么会往下杀云 在这个地方 好 各位简单对不对 今天大户指标 开盘又是做空 力道也还可以 好 所以今天的盘 我请问你 那今天你要做 当中的话 基本上方向在哪里 就是往空的方向操作 那各位 那你说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盘 你说真的了 纵然今天的盘 这样来回做震荡 可是我说真的 从开盘开始 你只要知道对不对 当中箭头 10023是做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赶快做那一笔 那各位 那今天全部都 全部最好 最好康的一段 不就在这个地方吗 开盘箭头 10023 箭头翻空 大户也在做空 两者同向 今天盘中最好的一段 统统在这里 那你看呢 我们再回头继续讲 好了 所以个要对 今天整个当中啊 最好的一段肉 统统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笔下去超过40点 那这样够了吧 各位 那这样比你一天 要的30点还多吧 好 重点是 后来刚刚讲过了 因为9980箭头有翻断 那大户没做多 两者不同项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是一个 比较稳健保守型的话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不是刚才 我每天都跟你讲 对不对 当箭头跟大户 两者不同项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稳健保守型的话 那对不对 只把多单 把空单 全部获得了以上就够了 你多单不要做 没有关系 但各位 反正问题是假如说 你说哎 老师 我这个人 我就是很喜欢 短线冲来冲去 对不对 反正箭头有多有空 我都要冲了 好 各位 那如果你是 比较喜欢积极型 你是比较喜欢 冲来冲去 那种积极型操作者的话 你9980做 也没有关系 你做就做 对不对 但重点是 当箭头跟大户 不同项的话 做了以后 要设个20点停损 各位 说到操作 我的公文会员 讲得很清楚 我也顺便教你 对不对 箭头跟大户 不同项的话 如果你是个 喜欢短线来回冲的话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但是你的停损点 二三十点 就要把它设好咯 懂得意思吗 因为 因为这个盘 不见得到这个地方 不会杀下去 如果大户数 力道持续增加的话 也许这个地方 往下杀也不一定 所以各位 懂我意思 就说 不同项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 很喜欢冲来冲去的话 可以做 但是你的停损点 二三十点 就要严格设好 好了 不管怎么样讲 反正对不对 坏盘咚咚咚咚冲 又冲到9999去了吗 后来的 后来到尾盘之前的时候 当冲 999又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这边有得赶快做 后来下去 到差不多9975 那个附近的话 我跟会员讲说 大概75以下的话 空单可以跑一跑了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对不对 原则上话 等于说 我空单就做两笔就好了 那这样跑一跑 今天来回这样做一做 已经将近快要六十点了 那各位 今天这么盘 你这样只做两笔空单 快要六十点 够了吧 非常好了 各位 我问你 今天你做当冲 你能赚多少 尤其在开盘 对不对 瞬间急拉那一次 任何很多人 以为这个盘 还要往上攻 所以今天很多人 开盘不是做空 还在做多 就你倒栽下去 对不对 一口一口 赔掉三四十点 你很痛 我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盘 如果开盘 你是在这个东西 去做多的话 对啊 我刚才讲对不对 因为今天盘中 瞬间拉那一次 会让很多人 以为这盘 要往上攻 对不对 在这一段里面 各位 今天这个盘 我说真的 你不要看今天盘 其实今天盘上下 这个区间 今天区间算是比较窄 但重点是 今天开盘以后 如果你去做多单的话 你一天对不对 大概赔掉差不多 三四十点 跟你反过来 今天一开盘 如果说今天开盘 你去做多单 你赔掉钱的话 你现在一看 原来魏老师 那个当冲箭头 10023开盘直接翻空 因为倒是在做空 所以各位想看 今天你做对与做错 我跟你讲 今天多单 做对与做错 然后加起来 可以超差不多 八十点以上 你做对 大概一笔赚个四十几点 你做错赔个四十几点 各位 这一来一回 已经将近八十点 你懂这个意思吗 好了 反正各位 今天这个盘 基本上 我只做空两笔 只做空两笔 基本上对不对 光是做空两笔的话 已经快要六十点了 好 那原来是假如 你这个多单也做的话 那今天一天 就这样三笔来回 各位已经快七十点了 但是各位 我说 不同意 基本上我是不建议操作了 所以基本上对不对 今天我只做两笔 就是10023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两者同向 我先空一笔下去 空了四十多点 后来呢 9992 箭头翻空 大货再做空 我再空一笔 那各位 今天加起来这样的话 已经将近快六十点了 今天这盘六十点不错了 好了 所以各位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不管这个盘 今天 其实说真的 今天这个盘 是这五天以来 算盘的最窄的一天 对吧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指数涨了快200点 上个礼拜五盘 也震荡了 来回增到100多点 昨天的盘 也震荡了快要100点 只有今天盘 稍微去头去尾的话 大概四十几点 今天算是比较窄的一天 但是各位 我一直说 各位 问题是 做喜好 对不对 不管当天的震荡大也好 震荡窄也好 我说 但是重点是 你只要能够每一天 对不对 好好的 利用维国庆的SOP 每天从开办开始 对不对 利用维国庆 这个独一油的大户指标 来这里 这里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不管当天的盘 震荡幅度大也好 震荡幅度窄也好 重点是对不对 你每天能不能够 利用维国庆的 那个独一油的大户 多空力道指标 利用大户指标 当天大户做多 还是做空 对不对 各位 把那个方向 稳稳地抓住 我也在讲 各位 说真的 期货这个东西 有个道理 其实你懂 各位 做期货 对不对 说真的很简单 只是在做一个方向而已 你方向做对了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但如果你方向一旦做错的话 你一定赔钱 各位 这道理你懂 对不对 所以各位 问题是 你每一天那个盘 不论怎么样的震荡 那问题是 你要往多的方向做 你比较好赚 还是往空的方向做 你比较好赚 对不对 各位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不管当天如何震荡 总是对不对 有一个方向给你的话 你把方向抓对了 我说过 方向抓对了以后 赚多赚少而已 就以今天来聊 各位 经过了四天上涨以后 今天是五天以来第一次 对不对 指数是往下压 但是问题 为什么往下压 刚才你都看过了 因为今天维国庆 大户指标 从开放开始 测出来 今天大户 往空的方向操作 所以各位方向对不对 相当的正确 好 之后对不对 箭头跟大户 两者同向 都是盘中 那最好的一段 今天各位 今天唯一的一段 就在这个地方 开盘以后 再给你看一次各位 因为今天说真的 盘比较窄 我就干脆 多教你一点东西 对不对 各位你看到没有 今天整个的盘 说真的 后面这一段 因为大概上下 都差不多只有二十几点 各位在这种地方 我说真的 你冲来冲去 你冲越多次 第一个 你大概手续飞 料越多而已 第二个对不对 要是你的点位 抓不好的话 基本上价差 你都赔到 那何必那边 何必那边辛苦干什么 所以各位 今天一开盘 问题重点是各位 今天 问题是今天你的软体 我已经问你 今天你的软体 能不能在开盘的时候 像微国现在当中一样 对不对 开盘直接 已经算出来说 1023 就是要做空的 而且重点是各位 不单对不对 操作的指标本身 1023 就已经开始告诉我说 该做空了 重点是对不对 大货只会也一测 今天大概是这五天以来 对不对 大货今天做空 比较明显的一天 一杀就杀这波下去 所以各位 今天对不对 一笔这样40多点 已经把今天几乎 该赚的全部都 已经在这个地方 就把他抓起来了 我这过程中 后面其实你做不做 都无所谓的 我跟你讲 各位 我跟你讲个秘密 各位 做期货 做当中 你千万不要从开盘 做到收盘 那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不对 其实说真的 各位 什么叫做期货高手 每一天盘中 哪里是当天最好的那一段 你说真的 你只要能够把那一段 抓住的话 后面 那个什么 横盘的东西 不做无所谓 对不对 各位懂这意思吗 但问题是你看 今天对不对 你说这个盘 透过箭头 两个指标 一个规则 什么两个指标 当冲 当冲指标 对不对 哪里做都做空 当冲指标 加上大户指标 两个指标 然后一个规则 什么一个规则 就是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就什么一个规则 两个只要有配合的话 赶快做它一下 就够了 各位 这样今天两笔空单 也快60点了 算是算是不错了 对不对 好了 另外但是一句话 反正各位 今天 对不对 打不来我们看 整个的画面吧 好 给我再讲一次 今天的盘 从颇段的角度看 这是这五天以来 今天是第一次 大户所测出来 对不对 今天大户 做空的力道 稍微比较强一点 所以各位 收了盘以后 你想不想 今天外资怎么动作 今天外资 做空三千多口 本来他昨天 还在又给你做多 对不对 但到了今天盘中 他做空三千多口 所以这为什么 今天盘上不去的原因 但重点是 你不要收了盘以后 只要说 今天外资 要反手 盘中做空 三千多口 那各位 如果说你今天 是盘中去做多的话 你收盘看外资 做空 你能怎样 说我个各位 对不对 各位 大户多分力道指标 是盘中 每一分每一秒 即时计算 仲家 大户也好 法人也好 对不对 盘中他们 即时的动向 在什么地方 那重点是各位 虽然说今天 大户在做空 可是从坡单来讲的话 进入还没有翻空 所以基本上 我还留了一部分多单 继续等 重点是 明天以后 各位 重点是 明天以后 如果明天一开半以后 对不对 大户只能够撤出来 要大户能够 重新去做多的话 这个盘各位 还是有机会 去挑战万点以上 所以各位 不管你今天短线 你怎么做 可是重点是 明天大户 是不是要开始 继续做多 代表说这位指数 是不是要重新 去攻万点以上 所以各位 今天的盘增长以后 对不对 那重点是 明天开盘以后 到底大户要不要做多 关键点外在什么地方 什么关系 我下个话再说 好 明天有没有机会 持续往上呢 关键点外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游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水润双萌 动一动双眼吧 海昌抗UV日炮 添加天王级保湿成分 独特边缘设计 只要动一动双眼 让你blingbling 海昌隐形眼镜 现在还买一送一哟 宁可不喝 只要iWater 让水还原成健康能量好水 25年水专家 iWater金字塔能量活水机 妈妈 蚊子咬我 每次孩子被蚊子咬 我都帮他擦金罐 金罐镇养硝演绎 您值得信赖的职养专家 啊 塑胶瓶怎么可以冲热水 安心 这是太和工房TR55随手瓶 才要瑞士科技元素制成 耐高温很安全 喝喝看 嗯 好喝 太和工房TR55随手瓶 庆祝母亲鞋 全管八八折 满额再送航领 坚持做最好的湖 喝开松 登入九十周年品盖许号 最浪漫东京 最新潮香港 最壮观新加坡 国天伦任你选 一人中奖四人同游 喝开松转考运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到大圣先机 他的股市连长好几天 今天是稍微往下调节了 不过这样也算正常的现象 但是大家更关心 我们接下来 甚至是接下来这个礼拜 还有两个教育日 其实我指数会如何来走呢 赶快再把时间交给魏老师 好 各位刚讲过了 今天的盘之所以震荡 没有手稳万点 是因为今天刚好是教育的 刚好是这一波上涨的第五天 那各位反正非波浪 你说对不对 358这个东西 短线上会反向一下 是没有关系的 但重点是各位 今天这个盘 我刚讲过对不对 因为整个的盘 从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 这个波段翻多以后 因为强势预判对不对 整个的波段 就是指数往上走 那种波段的转折点 就一直跟着往上走 所以各位重点是 这个盘我跟我讲 其实到了今天 很多人又开始要拆了 对不对 这个万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今天没有站到万点的话 这个波段是不是要开始往下杀了 我跟我讲 今天很多人又在那边开始拆 万点到底上不上得去 这地方到底是 万点是不是开始要放空 讲了一堆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个位 行情的涨与跌 你不要去拆 你拆不出来 重点是你只要看两个东西 行情到底要涨要跌 你绝对很清楚 第一个我刚讲过对 就是强势预判对不对 基本上涨了这四五天之后 各位 因为强势预判那个波段的转折点 就是那个关键点位 到了今天基本上 对不对 这四天以来都没有跌破掉 也就是各位 我再讲一次 什么时候代表说这一波要结束 就是基本上 只要指数跌破了这个强势预判 这个波段的关键点位支撑的话 如果这段被跌破 那代表说对不对 这波上涨结束 后面就要开始往下杀 重点是在这个关键的转折 没有跌破之前的话 趋势往上都没有改变 所以各位 你不要去乱拆 我讲 各位这一波涨了只四百多点 对不对 很多人从上礼拜 还一路给你爆空单 嘎到现在 嘎到嘎嘎给我 我告诉你 各位 为什么很多人还在爆空单 到被嘎了四百多点 就是因为 因为你做起伙 你都是用拆的 用感觉 这个地方万点上得去吗 对不对 当然讲的各位 行情涨与跌 你不要拆 你看微卧线的两个指标 你就很清楚 再讲这个 第一个 强势预判 因为我们目前 从破断的角度看的话 只要破断的 这个关键里面 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 趋势就没有改变 就这么简单而已了 好 另外呢 另外各位 从短线的角度讲的话 因为今天 因为今天大伙在做空 对不对 所以短线上今天 确实有跌破了 短线的那个支撑 所以各位 目前来讲的话 等于说 从短线的角度看的话 这个地方 是有两个小的压力 在这里 但是我在讲这个 问题是从破断的角度看的话 破断的支撑都还在 所以各位 明天的开盘 已经形成了一个 破断有支撑 但是短线有压力 这样子的一种走势 好 那观念就来了 那观念就是 那明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指数啊 能不能够重新 再突破这个短线的压力 继续往上攻吗 那各位 那明天开始那个盘 能不能够突破这个压力 往上攻 有个关键 就是明天 对不对 维国气那个大幅度空力道指标 从开盘以后 会测出来 对不对 因为这五天以来 今天大幅短线上 是在做后面有错 但重点是啊 那明天从八点四五分开始 大幅指标会测出来什么东西 如果明天一开盘以后 对不对 大幅做多的情况 是跟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这个情况的话 那指数会继续往上冲 也就是说指数 非常可能 再突破这个短线压力的话 再往上冲 各位 明天大幅的关键点位 在这个地方 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掌握 而且明天开始 对不对 开盘以后对不对 要赶快注意到 明天大幅指标 那就是明天大盘 能不能去涨的关键 各位 我说过 台湾前的张宇碟 你只要透过 维国庆的强势预判 透过大幅指标 张宇碟各位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全场上最简单 最明了的指标 通通在这个地方 张宇碟你不要猜 万点要不要继续攻 你也不要猜 我跟郭琳懂这意思吧 好 那除了明天的 这个关键点位 这个跟大幅明天 要不要继续做多之外 另外各位 虽然说今天大盘本身 是谁来会这样做震荡 但是问你 有些股票还在闯新高 那各位 何大 这就是维国庆 股票会员所上 有的股票 何大今天 恭喜 恭喜 经过了快一个月的整理区 今天第一次跳工上去 突破了整理区 开始闯新高 大户 大户的强力做多 所以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如果你有这种股票的话 那我倒是恭喜你 可不可以续报 要看这种东西了 另外各位 其实今天金融股 还在续攻 对不对 那各位 那昨天我自己给你讲 我是贵哦 金融股其实来讲的话 富邦金算是一个 很领头羊的一档股票 看到没有 哇 这一天 这一天 说真的 几乎整个金融股 把大盘指数拼命往上带 对不对 那各位 富邦金算是很典型 金融股里面的强势股票 大户 外资 这强力在买进 一样对不对 在闯新高 所以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是可以 另外有一点像 另外像街主 像万润 像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也是这样 基本上对不对 短线上已经经过了 两个多礼拜的整理了 所以因为大户还在做 都会随时有机会 对不对 突破整理区 就像跟和大一样 随时有机会 突破整理区 会往上闯新高 那各位 像万润这种来讲的话 基本上对不对 这一两天之内 很有机会一样 突破这个会往上闯新高 所以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这种股票就是可以续报 所以各位 强势股弱势股 你要搞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很多电子股 其实是个弱势股 你就不要去乱报一通了 这个地方万点 什么股票可以报 不能报 要看这个东西 各位才知道 另外各位 重点是 明天大盘的关键点 会在什么地方 你想预知的话 今天关键通电话进来 好 涨了这么多天了 所以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算是正常 目前台股的上涨的 这个大格局是不变的 观众航情分析 明天同时也请你 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by bwd6